王大哥 王大哥 俊美 你这是要走吗 是啊 没吃早饭吧 来来来 坐 走之前 来给你们道个别 本来三十号大会闭幕 快第二天就想走的 为了等大会宣言的正式发表 才留到今天 吃点 宣言呢 之所以迟迟没有发下来 是因为虽然在二十三号的大会上 已经表决通过 但是 针对一些条款 有不少代表啊 一直不断提出异议 所以不得不继续讨论 和增补内容 这份宣言的初稿 是孙先生委托暴露天气藏 有我翻译的 但把异稿交上去后我发现 孙先生还是做了多处修订 可见他十分重视 因为宣言中 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提出粉地 粉封建 是国民革命的主要目标 虽然国共两党 现在结成统一战线 但我对两党合作的前景 多少有些担忧啊 拿我们山东来说 在改组前就有国民党组织 但其中一部分的右翼分子 速来敌视共产党 国共合作以来 处处与我们作对 我们应该看到 国民党中左派也不在少数 我们应该采取团结帮助的方针 联合那些进步分子 一道开展革命工作 目前的情况看 要想完全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 也没有这个必要嘛 应该适当地允许 求同存异嘛 参加了这次大会 我对国共合作的意义 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回去后 我会尽快向同志们 传达大会的精神 进一步加强和扩大 山东的统一战线 好 对了 还没恭喜你们呢 双双当选国民党中央 执委候补委员 真想再给你们好好聊聊 可我还要去车站 就先走了 等等 我们两个正好要去开会 一起出门 也算是顺道送你一程 走 对了 金梅 那个开一大使 和你一起来的小兄弟邓恩明 现在怎么样啊 他忙着呢 一边在骄傲日报做编辑 一边要给四方机场的工人 夜校上课 还常常跟我一起到 资博矿区做工运 很好 回去之后 替我向他问好啊 一定的 我看你一直在咳嗽 人也比以前销瘦很多啊 要注意身体 不要太累了 不碍事的 我年轻 身体好 不管再忙再累 只要好好睡上一觉 就能恢复 再说了 现阶段的任务很重 可不敢懈怠啊 我一样 我会跟你们 你会有什么事 我会有什么事